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情科幻片《怀旧者》 温馨的房间内,一对父子正在下棋 儿子无法理解为什么棋子要彼此互相牺牲 父亲笑着说,这是为了守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人 儿子似懂非懂 突然父亲的眼前出现了模糊的影像 原来是自己的眼镜坏了,儿子感到很担心 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要出门买一副新的眼镜 便匆忙地出了门,儿子本想和他一起去 却被父亲以外面很不安全为由拒绝了 他只能在华丽的旋转楼梯旁看着父亲离开 刚下楼父亲就撞到了一个年轻人 身在屋子里的儿子听到了父亲的叫喊,决定出门去找他 脾气火爆的年轻人趁机拿走了父亲的眼镜 失去了眼镜的父亲眼前出现了和刚才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残破的未来世界 父亲只是一个懂技术的流浪汉 刚刚那些华丽的景象只是透过眼镜的增强现实技术 而在这个未来世界,贫穷的他必须躲避民兵的追捕 儿子小心翼翼地下楼,看到了两个正在玩弹珠的孩子 没想到他们和儿子对视后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这让他觉得有些不知所措 父亲在黑暗中逃到了一个仓库,完全没有注意到民兵就在自己身后 他找到了黑店老板,说自己需要一个老款二手沉浸系统眼镜 老板立刻拿出了一个从被军队杀死的男人身上扒下来的眼镜 父亲戴上后,眼前的世界又恢复了那个祥和的样子 黑店老板也成了一个衣着整洁的商人 突然民兵来袭,老板竟然关上门自己跑路 留下了父亲被民兵抓到,用电棍垫倒在地下 此时一个残破的机器人出现了 他走向父亲,嘴里喊着爸爸 原来他就是那个小男孩 但他眼里的世界仍然是上个世纪的景象 知道民兵也用电棍垫他 他才看到了眼前真实的世界 知道了自己只是个机器人 也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些喊子看到他会那么惊慌 正是他想起了在下棋时父亲说的那番话 他站起身,启动了军事级别的防卫 将民兵打倒了 父亲再次戴上眼镜 而儿子因为知道自己不是人类 伤心地躲在柜子里哭泣 父亲找到了机器人,抱着他对他道歉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重置机器人的记忆 让他的记忆回到一切发生之前 机器人摘下了父亲的眼镜 对他说,我爱你 随后打开了自己的心脏 按下了那个重置按钮 时间好像真的回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他们还在那个温馨的房子里 一切都好像从未发生过 多的只是父亲脸上的泪痕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守护心爱之人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